雨夜 眉毛娇气宛出迟迟不归 物证被藏灭隐蔽 嫌疑人四季销毁 民警破案过程争分夺秒 嫌疑人父亲上门哭喊求助 是幡然醒悟还是另有图谋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2015年10月22日晚上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普通的雨夜 但是对于搬运工杨世伦来说 这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痛不欲生的一晚 下班回来的杨世伦看见妻子不在家 窗外又下着小雨 便准备给妻子打个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一位民警 说拿这部手机的女士刚刚发生了车祸 根据交警的描述 当晚18时许 在杨世伦家小区的公交站附近发生了一起行人过马路被机动车碾压的交通事故 报警人说他开了一个车车 把一个行人撞了 现场发现车车前面躺了一位中年妇女 120急救人员正在现场实施抢救 新电图显示 这个行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经过证实 这个被碾压的行人 正是杨世伦的爱妻甘福云 死者甘福云45岁 湖北人 从小在大连生活 18岁那年 与爱人杨世伦在大连茅房厂相识相爱 不料1997年 由于工厂效益不好 两人双双下岗 但是杨世伦凭借着帮人搬家做苦力 甘福云在商场做服务员 两人相互鼓励着打零工 把儿子供到了大学毕业 就是说 苦衷有乐 虽然说我家比富有 但是我也挺文心 由于下岗早 杨世伦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 跟父母寄在一套 五十余品的工作房里 妻子甘福云 不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对生活在一起的年迈的公婆 也都照顾得很是仔细 来我家28年了 从来没给我哄过脸 家里也拎得歪歪 一把手 干活也拎 放四个年天 头上还领我上医院 对丈夫体贴 对公婆孝顺的爱妻 突然遭遇车祸 这对杨世伦来说 一时根本无法接受 你这里夫妻啊 你那时候感情相当不错 到现场的时候 她的丈夫 一直在现场陪着她的爱人 在那个五十多岁的人 在地上嚎啕大哭 十八岁干的我 无冤无忽 打死我都要晕了 害你了 就说师父忘了英语 不但害她们 害这个家里 害了解释对我 害了 害死我了 那么如此令人心痛的车祸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车祸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警方对案发现场的 赵氏车辆 进行了仔细勘查 看到这个轿车 左侧的保险杠 还有左侧的机关杆 都有这个撞击的痕迹 根据勘查 赵氏现场完全符合 此辆小轿车碾压行人的事实 但是接下来 赵氏司机李先生的说法 让主办民警赵新刚 心生疑问 据这个轿车的驾驶员说呢 当时啊 这个行人 是被一辆小货车给撞倒的 他躲避不及 从这个行人身上呢 碾压过去 但是我们在现场呢 并没有看到这个小货车 由于当时下雨嘛 路面都是水 这个根本看不到 有刹车痕迹 雨夜 没有刹车痕迹的车祸现场 赵氏司机所言 是事实还是狡辩 请继续收看 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在李先生碾压干枯云之前 是否有另外一辆小货车先对机碰撞 成为了本期事故的关键点 民警立即分成勘察组 走坊组和监控组 对事故原因进行还原 在案发现场 很可惜 没有监控摄像头 没有看到这个事发的这个情况 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记者 此时民警认为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时候 死者身上的成伤原因 或许可以揭开案发的真相 确定了它是已经撞击造成脏气破裂的 直接死亡的原因 所以这种成伤方式应该是撞击形成的 而不是碾压 创的这个部位比较高一些 根据法医的鉴定结果 撞击点较高的碰撞 是死者的直接死亡原因 这是否证明李先生所说 有一辆货车先行对死者 进行碰撞的情况是真的呢 民警调取了离案发地点较近的监控录像 确实发现一辆白色货车一闪而过 当时天黑还下着雨 车牌号码就是什么也看不见 经过筛查 全是符合类似特征的货车 有一千余辆 没有车辆的具体信息 找到肇事逃逸车 犹如大海捞针 就在这时 调查走访的民警找到了一次线索 事故发生时 一位开出租车的驾驶员 恰巧与死者甘女士 同住在一个小区 她看见了事故的经过 正好我就是听着光当一声 完了完了一瞅 就是一个货车 正好把这个女的 创到对面的轿车上 然后轿车正好迎面开过来 从那女的身上压过去了 她车牌号就是685 根据莫击者提供的信息 警方立即对尾号为685的车辆进行筛查 一辆号牌为 辽币LN685的机动车 完全符合嫌疑车的车牌和外貌特征 但是 这辆车在六年前 便已经注销并停止车检 一辆消失了6年的报废机动车 怎么会突然重新上路 是号牌线索有误 还是车辆可能出现套牌 警方立即对该车主展开调查 综合各方线索表明 该车主6年前已经离开大连 归老家发展 无具备肇事的条件 那么该车现在的车主是谁 肇事车辆此时又在哪里呢 就在案情陷入瓶颈的时候 民警突然发现了肇事车辆 出现在干井子辖区内的一个辖口信息 已经报废的车辆居然再次上路 通过辖口信息 民警们对该地区进行仔细搜索 果然有所发现 指标中心传了一个让我们调查小组 非常振奋的一条消息 我们在老干井子海茂村 偏僻的山脚下 发现了这辆白色乡货车 左前脚也有一个凹痕 与现场勘察的 对死者的人体高度也相符合 我们锁定这辆车就是撞人的招式车辆 腾文杰副大队长率领民警们 对车内展开仔细的搜查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后座的靠背后面 发现了一张籽 这张籽背后有一个电话 应该是车主当时用的挪车电话 除此之外 民警们在车上还发现了装有海带的盒子 这又将对案情带来什么样的进展呢 民警根据挪车电话 锁定了一名叫孟二建的市场商贩 根据调查 孟二建是干井子海鲜市场的一个海带弹主 这似乎与民警掌握的线索相符 为了不打扫惊蛇呢 我们就没有直接找到孟二建本人 这个信息我们研判呢 这个孟二建应该是于 11月2号晚上 从广州的航班飞往大连 那么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11月2号晚上 又将这个孟二建直接带回大队进行调查 但没想到案情再起波澜 经过询问 孟二建根本不知道车祸发生的过程 他在六年前买了这辆车之后 两个月之前又以3000元的价格 转手卖给了一个叫高建龙的人 孟二建所言是否属实 一辆被注销的机动车为何几番易度 这背后到底有何选及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民警立即根据孟二建提供的线索 对高建龙展开调查 但没想到就在调查的过程中 高建龙的父亲突然来到大队报警 让民警快救救他的儿子 高建龙呢 当时在北京给他来了一个电话 说这个发生事故 重要人逃逸这个事情的经过 并说怕赔不起钱 连累家里人 想一死了之 说你就不管我了 我就死了 我说你在哪里做什么事啊 考虑到高建龙此时一人在外 一旦出现意外 后果不寒设想 情况紧急 在民警的帮助下 高建龙的父亲通过电话 对逃逸在外的儿子进行了劝道 两天后高建龙到岸 对其肇事逃逸一事功人不讳 高建龙今年26岁 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市 一个贫苦的农村 从小父母外出打工 他跟着爷爷奶奶一同长大 由于家境贫寒 高建龙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便辍学回家务农 为了谋生 他从小到大 曾先后倒卖过服装和鱼龙杯 但由于一次生意上的问题 曾跟人打架 落下了终身残疾 身体的左侧 这个筋都被人挑断 身有残疾 他无法取得正常的 正规的驾驶资格 两年前 高建龙认识了 自己现在的女朋友 两个人决定好好拼搏 于是跟着墨尔剑 干起了海带生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高建龙每个月 能有上万元的盈余 由于需供货的商家 越来越多 储藏成为了大问题 于是高建龙从墨尔剑的手里 把报废的小乡货车 对来当仓库使 就这个车 我给他的时候 就是说 根本是里面的毛病很多 都打不着的那种 这是他拖回去 由于重新收拾一样 也能开 但是这种安全系统很低了 但没想到 10月22日这天晚上 有一个客户要货要得急 高建龙心想 当晚就能要来货款 而且能够省下雇车的钱 从没去过开车的高建龙 硬是把这辆报废的车 开上了路 我着急回家 晚上我进水 眼神不太好使 着急回家那些下雨 路还特别滑 速度有点快 这我承认 完了之后 我并没有看见那个人 我真的是没有看见人 当我就是看着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我撞了他以后 我本来是要停下车的 我已经刹车了 但是我在刹车的时候 听到慌的一声 对面车就把人给撞 装飞了 装到彻底 我不知道 我没感觉 我当时就是害怕 我特别害怕 我当时这么想 我完了 我完了 我这辈子真的就完了 就这样 在惧怕的驱使下 高建龙将肇事车辆 藏匿在了干井子一处 海边附近 我们在跟踪这台车的时候 他就要准备动手了 把这个车辆 给这个 把销毁掉 有过挫折 现在你看出这么大事了 他也赔不起 所以他产生了这个青春的念 直到犯罪事实败露 高建龙在此期间 始终没有明白 为什么要强的自己 会落入这般田地 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 我天天看的是 别人在里边带脚料 我为什么 我有一天 我会关到那里边 我想不通 我一不投 二不想 我不诈骗 我不坑门拐骗 我自己凭自己手 做生 我为什么 就这样 我写不明白 在本起事故中 由于驾驶员高建龙 无证驾驶 注销的机动车上路 于机动车驾驶员李奇 先后对死者甘肤云 进行撞击和碾压 导致甘肤云死亡 并且高建龙在事故发生后 驾驶肇事车辆逃逸 因此 高建龙将承担 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李奇因为在雨天 为降低行驶速度 辅事故的次要责任 千说万说 又拖在我不停歉 所有人都劝我 不要动那个车 但是我没停 我就动那车 动了 天明就出事了 在高建龙被拘留以后 他的女朋友无法忍受打击 回到了乡下 高建龙的父母准备搬离 现在每月月足1500元的房子 因为这房子原本是被儿子结婚准备的 但现在这笔费用却成为了老两口生活上最大的负担 与高建龙的父母一样 杨世伦的家里 从此也再没有了欢声和笑语 自从妻子离世后 杨世伦几乎很少进入他们曾经一同生活过的屋子 屋子里妻子的东西还是原来的样子 杨世伦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妻子还未离开 作为这名肇事者呢 他属于明知故犯 以身试法 凭着侥幸的心理 那么肇事的结果呢 不单单是一条生命的逝去 两个家庭的破碎 他本人呢 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5年8月10日 下午13时区 在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发生了一起货车碾压行人致死的交通事故 事发时 驾驶员都行副驾驶的重型货车 没有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当前车减速时 为了防止追尾 都行副驾驶车辆 约单实现驶入逆向车道 将两名行人碾压 其中一名行人当场死亡 发生事故后 驾驶员都行副意识慌乱 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导致该重型货车 又于路上正常行驶的7辆车 发生碰撞 经调查 都行副驾驶重型货车 违反禁止通行通告 违反禁止标签的行为 是造成本起事故的全部原因 为此 货车驾驶员都行副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